在这节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动画animation的开发指南 精心设计的动画 能改善用户的体验 它会让用户界面变得更加的直观和流畅 反而对动画的支持 可以轻松实现各类动画的类型 许多危机的 特别是material design危机的 都带有在其设计规范中 定义好的一些标准的动画效果 而且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些 自定义一些这些动画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方面 来学习弗拉特的动画 首先在弗拉特中 有哪几种类型的动画 然后呢我们会学习 如何使用动画库的基础类 给危机的来添加动画 接着呢会学习 如何为动画来添加监精器 然后呢我们会学习 该什么时候使用animation widget 以及什么时候使用这个animation builder 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弗拉特中最炫酷的动画 也就是说如何使用这个hear动画 在这几个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生动形象的 来描述下面这几个问题 一个 我们大家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来描述一下地球与月亮的转动 大家会怎么去描述呢 如果用文字描述的话 是比较苍白的 那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通过动画 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关系 以及它这个转动的效果 通过这个动画 我们能够看出 我们的地球在不停的自转 而且我们的月球会围绕我们的地球进行转动 这就是动画带给我们的一个 生动形象的一个表现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来描述一下 雪糕吃完的这个过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描述这个过程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动画如何描述这个过程 在这个动画里面啊 首先我们会看到 这样一个完整的雪糕 然后呢 它再一步一步被吃完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请大家描述一下 一只可怜的猫 那么一只可怜的猫 应该怎么描述呢 大家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在这个技术里面啊 首先有一只猫 然后呢 这个猫啊 按了一个开关 然后包摸的一声 然后呢 就爆炸了 这个猫就被烧焦了 通过这个动画 看出哈 这个猫啊 是非常的窘的 是一个可怜的猫 以上动画很生动 很形象 接下来哈 我们来学习在弗拉特中 如何实现动画 因为这节的干货比较多 不便于哈 在PPT上展示 接下来呢 就通过我为大家准备的课计哈 来学习我们这节的相关知识 首先哈 我们来看 在弗拉特中 有哪些类型的动画 在弗拉特中哈 动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个是哈 基于吞 另外哈 一个是基于物理的动画 推荐大家 哈 我们上面课程 所讲到的我们弗拉特 example里面的那个弗拉特 gallery里面那个实例哈 来学习我们这个动画 因为哈 gallery实例里面 有很多 弗拉特官方所提供的 example的动画的example哈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example里面的代码 来学习这个动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动画的一些概念 推荐 它是一个补件动画 在补件动画中 它定义了补件的动画 它的一个开始点和结束点 时间线哈 以及定义转换的时间和速度的曲线 然后哈 由框架 计算如何从开始点 来过渡到结束点的一个动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基于物理的动画 在基于物理的动画中 运动哈 被模拟于真实世界的一个 行为的相似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例如哈 当你抛制一个球的时候 它在何处落地 取决于抛出的速度有多快 球有多重 居地没有多远 类似的哈 将连接在 弹框上的球 落下并弹齐 与连接的 绳子上的 球放的方式 也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动画库中的 基球类行 给威吉特 来添加动画 在为威吉特添加动画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动画的几个朋友 一个是 Animation Animation 是佛拉特动画里面的 一个核心类 它生成指导了 动画的一个值 也就是在我们动画直升过程中 动画它有带有一个值的变化 Animation 便会有这样一个值变化的生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urved Animation 它也是Animation的一个子类 它将过程抽象为一个 非线性的曲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nimation Controller Animation Controller 它是Animation的一个子类 它用于管理动画 最后我们看一个Tune Tune是什么 它是正在执行动画的对象 所使用的一个数值范围的一个生成值 例如Tune可以生成 从绿到蓝的一个颜色值的变化 比如一个从0到255 一个颜色值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Tune 来指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指定一个 从0到100的一个值 然后呢 这个动画的执行过程中 它会从0过多到10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Tun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nimation 在Flat里面 Animation对象本身和UI渲染 没有任何关系 Animation只是一个抽象类 它拥有当天动画的值和状态 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Animation类 就是我们这个Animation 里面这个Double这个范形 Flat里面的Animation 对象是一个在一段时间内 依次生成一个区间之间的值的一个类 Animation对象的输出可以是线性的 也可以是非线性的 根据Animation对象的控制方式 动画可以反向运行 甚至可以从中间某个方向运行 Animation可以生成除Double以外的其他值 比如说我们Animation这样的一个 后面这个范形 我们可以跟Color 它就可以生成一个Color的一个连续的 或一个不连续的像这样的一个值 也可以跟上我们这样一个size 另外Animation对象是有状态的 可以通过Value来防卫 我们这个动画的执行过程中 它的一个值 另外大家记住一点 我们这个Animation对象 它本身和UI渲染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urvedAnimation CurvedAnimation将动画过程定义 为一个非线性的曲线 我们使用这个CurvedAnimation 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通过它的构造方法来构造它 然后里面传递一个Controller Curved这里我们可以传递一个EZE Curved类定义了许多长远的曲线 这些曲线我们也当然也可以自己实现 如果实现这个曲线的 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这样的代码 来实现这个自定义曲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AnimationController AnimationController是一个特殊的Animation对象 它用来控制Animation 在屏幕刷新的每一只 就会生成一个新的值 模仁情况下AnimationController 在指定的时间段内会生成线性的 生成从0.0到1.0的这样的一个数值 例如下面代码创建一个Animation对象 在这里我们给它动画执行时间 我们设置成2000毫秒 也就是2秒 AnimationController它派生自 我们的Animation这样的一个类 因此可以在需要Animation对象的 任何地方来使用 但是AnimationController 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具有控制动画的其他方法 比如Farward Farward这边又向前嘛 也就是启动我们的动画 也就是我们的动画向前执行 Reverse 不明思义 也就是我们从反方向执行我们的动画 也就是倒放我们的动画 Reset 是重置我们的动画 将我们的动画执行到我们的开始的位置 Stop 用于停止我们的动画 当创建一个AnimationController的时候 需要传定一个 Reset 这样的一个参数 存在这样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 是防止当我们这样的一个Controller 所代表的一个动画 滑出我们的VT 所显示的区域的时候 也就是比如说压后台或切页面 怎么着 像我们动画不在当前屏幕所显示的时候 它会避免我们这个动画执行来消耗我们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资源 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Seedful对象来作为我们这个VSync这个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win这个类 模仁情况下AnimationController 它生成0.0到1.0这样的一个值的一个范围 如果你需要不同的范围和不同数据的类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Twin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例如下面这个实力 我们通过这个Twin就生成了-200 到0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范围 Twin它是一个无状的Stylist的一个对象 它需要一个开始和结束的一个值 它的唯一值得就是定义 从输入范围到输出范围的一个映射 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个Twin它继承自Animation Animatable与Animation比较相似 但它也有不同 比如我们这个Animatable 它可以不必输出一个值 在这里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用了我们这个ColorTwin 来指定两个颜色之间的一个过渡 在这个颜色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传了一个透明的一个颜色 动画结束的时候 结束点我们传了一个黑色的一个颜色 也就是我们这个动画的执行过程之后 它会由我们这个颜色透明色 然后逐渐过渡到我们最后这样的一个黑色 Twin对象它不存储任何状态 相反它提供了一个Evaluate 它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用来计算动画的 这个Evaluate 它里面我们给它传一个Animation对象 然后它就可以计算Animation对象的当天值 和AnimationValue相似 Animation对象当天值 可以通过这个Values进行获取 Evaluate这个函数还执行一些其他的处理 例如分别确保在动画0.0和1.0返回 开始结束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win的Animator 要使用Twin这个对象 我们可以调用它这个Animator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传入一个控制器 例如以下代码在500毫秒内 生成0到255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区间范围 首先我们构造这样的一个Ctrl 这个Ctrl里面我们控制动画的执行时间是500毫秒 然后我们构建这样的一个Int 它这样的一个类型的Twin 然后我们从0到255这样的一个值 这样的一个值会在我们500毫秒之内 它依次由0过渡到255 下面这个实例它构造了一个控制器 一条曲线和一个Twin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实例 首先我们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控制器 然后我们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曲线 然后我们构建了这样的一个Twin的Animation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为Widget添加动画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anar JJ ijind Media 按 轨开心来像大 ones inside the gun 信心订阅 달 oleh尽力 以赞可endo видите多 English